我覺得是絕對已經拿到了 不過回應一下 剛才大佬講的話 就說講了兩次說 叫王丹多去關心一下北韓 的確 你看他 韓國瑜對於回答 要不要參選的這件事情 已經講了這麼多說法 所以韓國瑜真的是 對媒體非常友善 你看 每一次的說法都不一樣 讓媒體不會覺得 每一次的講法很單調 就跟重複兩次 這個好嗎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他這樣說是恰當的 但是說老鼠偷拖鞋這個 我就覺得有點 這個暗示意味太明顯 不是 那句話他承認是開玩笑的 是 所以其實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這個回答都是必須這麼說 因為他才剛剛選上市長 他必須要讓大家了解他的態度 是我現在是非常專心的 在從事高雄的市政工作 事實上我們對韓國瑜最擔心的 倒不是說他不會出來選 我個人比較擔心的是 我怕他太累 真的 身體狀況 就是說因為整個的市政 然後如果他未來 如果又要參選的話 其實真的 上次他到三重 幫鄭世維普選的時候 我就特別坐在那邊觀察他 我看他的氣色還好 因為我很擔心他真的會被累垮 因為每天睡眠的時間非常的少 拼市政的時間非常的多 我要回應一下 就是說這個剛剛前面的一個話題 我們在講韓國瑜到底會不會出來之前 我認為他其實是會 應該是會出來 因為從始至終 他從來沒有把話說死 說我絕對不會參選2020 甚至民進黨的高雄市議員 如何的不務正業 在市議會裡面不停的逼問 逼供 幾個人圍上去 就是要逼著他講 簽下那個說不會選總統的這個 MOU 他還是沒有就範 我覺得市議員做這樣事很奇怪 你不問市政相關的東西 每天去問人家要不要選總統 這跟高雄是這種 所以難怪就是說 你會讓人家覺得 你們整個黨在打韓國瑜一個人 全部變成打手 我認為他出來選的機會是很高 而且我坦白講 這個情勢恐怕不是韓國瑜 自己可以決定他要不要出來選 整個民意的風向 會逼著他出來選 你看昨天吳敦義一表態說 他不選了 他不參加初選 馬上下面是一片掌聲 一片對吳主席 對吳主席這種能夠放下我執 在佛法裡面叫放下我執 一心一意的就是為了國民黨 還有中華民國的前途來打拚 不必在意成功是否在我 這當然跟民進黨的蔡英文 形成極大的對比 對不對 蔡英文就是 無論如何一定要是我 民黨底下有一片掌聲 對 如果不是我的話 就從9局下半的棒球 延到12局 12局不夠 再到18局 一直到他出現為止 這個兩方的高度差距 是非常之大 所以我認為 吳主席宣布不選以後 他馬上對同志的協調之間 他就掌握了那個高度 從此以後 他再做任何協調 人家不會說 你是為了你自己 昨天講 不要再談王丹這個人 我覺得 可是我覺得 大家都說不要再談王丹 結果就可以再講王丹 我覺得這個人的人格 我們昨天其實已經披露了 就是說他很多的同志 包括裁林的前夫豐從德 都講哪有一個人說 為了要到台灣來用健保資源 腦瘤講兩次 結果最後都證實都不是 這個心機要有多深 就是說這個人他是完全 就是說還被人家爆料 就是這一次的鄭文燦的訪美行 他的照片裡面就是王丹 王丹跟民進黨的人 向來是過從聖密 我之所以要講王丹 我不是想討論他這個人 他的人格 我們昨天已經討論過 我要討論的是 就是說他一再的 民進黨很厲害的一點 就是因為王丹 剛好跟哈佛扯上關係 所以這個時候 就需要王丹出手了 你知道民進黨方方面面 他是各式各樣的附水組織 養兵千日用兵一時 對 養兵千日用兵一時 甚至有人講 當時美國之音曾經找王丹 去上現場的電台的節目 然後馬上就有人打進去問 很崇拜王丹說 你怎麼進得哈佛 哈佛很難進 他馬上就顧左右而言他 不想跟人家講他怎麼進得哈佛 我跟大家講 這個據傳 據悉托福成績不到300 大一 劉吉 特邀的 特邀的 怎麼特邀的 據傳 據傳說是台灣的情報機構 提供了他的獎學金 所以哈佛破格讓他去 當哈佛的博士生 這是據悉 現在我要講的東西就是說 連這個哈佛也好 或者是Stanford也好 為什麼邀請的這個上面 可以來做文章 為什麼榮德這些外圍組織 尤其像王丹這樣的人 來做文章 很簡單是有一個配盒子在 因為其實 陳如委員剛才講的 他們這些美國的學者 都對韓國瑜造成的現象 非常的好奇 所以本來就是他們去主動邀請 邀請完了以後 那個演講的規格 為什麼這有所變動 本來是講說你可以來兩場 一場是公開演講 另外一個是閉門會談 但是希望你 無論有沒有公開演講 你一定要有一場閉門會談 因為閉門會談才是關鍵 公開演講 那是講給大家聽的東西 可是閉門會談 才能更深入的談各式各樣 關於寒流現象的話題 尤其是談到兩岸的部分 為什麼後來從兩三百人 變成五十人的場合 這個中間就跟王丹跳出來 有一個彼此之間呼應的關係 什麼樣呼應的關係 美國人也不想做球給韓國瑜 美國人到目前為止 非常清楚明白的態度是 我要支持蔡英文連任 包括連對賴清德 我覺得美國人都沒有什麼 太友善的態度 所以從這一局裡面 再從王丹的配合演出 我們可以看到美國跟民進黨 已經完全連成一器了 這已經是一個多頭布局 布局好的演出 所以我先把它降低了演講人數 可是事實上坦白講 不在意你降不降低 如果真的很重要的演講 十個人他就不重要了嗎 更何況後面有大場的 老鼠偷拖鞋大的在後面 後面有一場是3000人的公開演講 所以我要講的這個議題就是說 我覺得國民黨要格外格外的小心 再重複那一句 團結都不見得會贏 不團結那是輸定的 不過國民黨現在到底 對於徵召韓國瑜這件事情 還有什麼障礙嗎 當然吳敦義都說他已經不選了 在吳敦義說不選了之後 朱立倫的態度好像是一樣 盡速的徵召韓國瑜 黨中央要去溝通 反對徵召韓國瑜的人 現在反對徵召韓國瑜的人 就呼之欲出 不是呼之欲出就一直是他 一直是王金平 對於吳敦義的退出 他說吳敦義決定他在大選的定位 可以大公無私的啟動提名的機制 這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王振營也有人跳出來說 未來競選公報上 一定會有王金平的名字 競選公報是大選的競選公報上 所以就是參選到底的意思 大家好像看到了 民進黨在中職會前 半夜也有人跳出來說 如果沒有辦法初選規則改變的話 可能會退出民進黨脫黨參選 現在也是告訴你 如果沒有辦法 讓王金平有一個初選的話 未來競選公報上 就會有王金平的名字 要退黨 我插一句話就好了 今天這種公報上 不是只有總統人選的名字 還有副總統人選的名字 看國民黨他們現在 各自意願怎麼樣 畢竟國民黨的一個公平政治 後面的怎麼運作的深刻 我想那是沒有一定的道理的 民進黨還有一定的中職會 透過什麼樣的會 或者透過什麼樣的小組 去做協調 我倒是覺得 現在一個大致的方向 就是韓國瑜 所以民進黨已經把他鎖定了 不敢說民進黨鎖定 但大勢大家應該看得出來 包括國民黨大家心知所向 應該都是韓國瑜 既然有這樣的人氣 其實包括吳主席 都已經告訴大家說 我絕對不參選了 我相信就剛剛所講的 已經有這樣的高度的時候 應該要怎麼樣醞釀 甚至讓國民黨 來有一個更團結的做法 其實我們剛剛看 呼應一下沈大老所講的 因為我剛剛可能也在思考 我們所講的賴清德的問題 我發現韓國瑜跟賴清德 有同樣的問題 也就是目前 他們同樣名氣可用 可惜是沒有一個完整的團隊 包括這去美國 邀請的學者是誰 怎麼樣的一個行程 沒有辦法在前一步 就先揭露給大家 讓大家清楚今天這趟 韓國瑜市長去那邊要表達的 大概意見是如何 當然大家所有的僑胞 過去我已經也提過 都希望能看到韓國瑜本人 這樣的一個熱度 我想也應該要讓美國人知道 所以這樣的一個態度表現 我覺得現在國民黨要整合的 就是這個名氣 怎麼樣去團結 我想兩黨都應該互相學習 民進黨現在也是在 朝這個方向去進行 過去賴清德是認為 組織以及黨務 不是那麼重要的 但現在在經過這一次的爭取之後 發現還是滿重要的 非常重要 對 因為每一個人都需要 有更多人來幫忙 成就一項事業 包括政治也是這麼大的事業 我想各自都還要在努力 過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跟進行的 我們不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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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望 做 nt 的 村 我們不小心